注意听 这只正在追赶猎物的狼 竟然发出了狗叫声 不出所料 它的狗叫声成功吓跑了即将盗嘴的野兔 旁边目睹了全城的女人 也是一脸震惊 哭笑不得 女人正是小狼格林的人类母亲 李威一 她发现 长期在草场上生活 格林逐渐被狗同化 狼嚎都变成了狗叫 也不捕猎 每天躺着等人喂食 更可怕的是 她不害怕人 狼都怕人死定了 还天然地想与人类亲近 这让李威一决心 带格林重返狼群 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每天平均气温-30度 两人一狼 开始了寻找狼群之旅 经历了核心区的半个多月寻找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 关于狼出没的蛛丝马迹 于是 他们再次搭建小屋 继续寻找狼群 李威一时常模拟狼嚎 与格林交流 这次 他在嚎叫中 加入了传奇的音调 不可思议的是 格林竟与其对唱起来 还加入了自己的转调 不负有心人 这番对唱 竟然吸引了一批狼的注意 李威一忍痛赶走格林 没想到第二天 格林一瘸一拐地回来了 第一次与狼的接触 让他对自己的同类有了畏惧 也让李威一明白 只有狼群会接受格林 而想等到狼群的集结 就要熬到严冬 然而 严冬尚未到来 格林就面对了第一次生死危机 莫名发现了格林的存在 带着打狗棒找到李威一 要将格林活活打死 李威一见状 大呼格林 让其快跑 与人亲近的格林 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 还咬着鞭子 与牧名嬉闹 单纯的格林 觉得每个人类都是善良的 但他不知道 未来将会面对多少次 人类的伤害 严冬来袭 大雪封山 他们所剩的食物不多了 无奈之下 李威一用他们的压缩饼干 偷换了格林买好的野兔 发现野兔被吊包的格林 不仅没有生气 每天还依然帮他们捕猎 狩猎回来的格林 把猎物依然埋在远处 他站在远处 静静地望着李威一 好像在告诉他 没事 你吃吧 格林即将成年 成年之后 他便再也不能加入狼群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条件越来越艰苦 他们究竟能否找到狼群 怎么也不吊 你 我 我